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影帝包袱 新系一人分視四角 顧天悅,比較有難度 顧天悅,古仔,张志琳,吴振宇,胡靖儿和周秀娜等 今日出席新系《死亡通知丹案黑者》 首部曲《双雄会》 赞鸣,开敬拜神 影帝古仔表示今次在系中演四个角色 而每个角色都要化特技化妆 要化几个小时 他说,每个角色有特色 差不多每个角色都要毁容 因为讲这个角色要复仇 仇恨心好重 四个角色中 博得有 烂面亦有 问到今次有没有影帝包袱 古仔说 反而今次有两个妆是认不出我 比较有难度 靠直提语言去帮 有一个,角色 直情 连说话都不能 一试妆 一会儿是 好意敏感 不怕敏感 只怕个妆甩 都要风扇事后 训练脾气 我脾气 OK 我们平时夏天开工都是这样 穿古装重死 去年这个温度我拍科幻 四十度这铸套盔甲 真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问古仔有没有看王晶所拍的魏斯里 他表示没有时间看 但本身喜欢看泥匡小说 不过他没有看过该剧 所以不评价 谈到网民向他演魏斯里 古仔志说 多谢 开拍电影版 多谢多谢小龙女吴卓林家国寻霸 成龙上海心事重重磕磕下笑 董女吴卓林家国寻霸视频公开后 日前 有粉丝在上海遇见成龙 当时他神态疲累 步伐并不是十分顺畅 迈出左脚时的确困难 向左脚受了伤 步履蹒跚十分疲惫走向白色七人车 据悉 成龙正在上海拍摄一部新片《我的日记》 他应该是完成拍摄后返回坐驾收工 当离开片场时他明显看到粉丝在拍照 但并没有一如既往的和以前一样 与粉丝们打招呼 而是显得心事重重 全程没有说话 直接上了汽车 立即驶离现场 随后 粉丝纷纷留言 未见到成龙而开心 但是也有眼尖的粉丝提出 大哥走的那两步 感觉很盘山 看上去好疲惫 当然 拍戏收工太累了 再加上近几天的风风雨雨 心情不好一言不发 也是可以理解的孝顺 黄志晴自制取其黄日华 当看足球临时艺人黄日华女儿黄志晴出席APM全程粉身地足球记者招待会 他表示通常会陪爸爸递播 更笑颜爸爸逢星期三就会去踢播无见人 想问取帮手都无见人 不过取开心我都开心 有毛陪过男友呢? 取毛含大兴趣 毛爸爸含实地 行无道外赴政策 无会开 都会陪取地 平时我同男友行开街 直到爸爸夜晚要递播 我递会买定面包币取食 前几日好搞笑 爸爸买饭面包回礼 好似好friend含 他表示自己有时都会自制取其或蛋糕 留给爸爸递播时候时 谭吉黄志晴今日28岁生日 他透露稍后会去食饭庆祝 但爸爸有工作在身未能一同庆祝 问男友有毛给予惊喜 他说 无知啊 之前问取去边度食饭 但又无讲 未必有惊喜 礼物呢 希望有了 我毛捏所谓 生日想去求婚 无会挂 我身边多少朋友结作婚 未有心理准备 他表示生日愿望 希望家人身体健康 自己有更多工作 和身边人与另一半相处融洽 7000万豪宅住爱潮 罗志祥传9.12曲周扬青 台湾艺人罗志祥 小猪 同内地网红女友周扬青 自2015年大访认爱已离 一直感情稳定 而曾经表明自己系不婚主义者 凯小猪 拍拖后更开口讲明是对方未结婚对象 近日小猪被爆豪至2.7亿台币 约7300万港元 买入内湖豪宅区一个约3500平方值开单位 家商局被传江会席周扬青开30岁生日 9月12号迎娶女方一家买楼 地理系友谊将新单位打造成去同周扬青开爱潮 其实小猪早已于2013年以2.18亿台币 约5800万港元 买落同区同一状开单位 将两户打通用作自主 一家区照办主碗 等于坐拥四个合共约4.9亿台币 约1.3亿港元 开单位 寒打手笔 小猪对周扬青珍惜无话得 周扬青以往曾公开承认整容 不过小猪指二人相识 时女方尚未整容 并强调自己无系贪图样貌 先拍脱 而系被对方开性格吸引 周扬青或小猪开枪力称 有过买罗妈妈各官 众获得大批粉丝开祝福同支持 曲帝拉埋天窗珍惜分分钟凯士呀 而对于小猪传为结婚买房 曲凯经纪公司回应 一人私事不干涉 谢谢关心912曲周扬青 罗志祥十一子回应了罗志祥 小猪和周扬青交往七年 一直传两人即将结婚 而今静周刊报道 小猪将在9月12日周扬青30岁生日 当天娶她 还砸2.7亿元买下那壶新居 作为小俩口的结婚新房 罗志祥与周扬青两人感情稳定 也越来越公开 上月8日是他们交往七周年 小猪和周扬青前后 在微博写下8号快乐 每一天都是8号 8号快乐 足见两人对恋情的信任与甜蜜 也因此两人将于今年完婚的传闻不断 对于小猪将曲周扬青 以即为结婚买房仪式 所属经纪公司表示 一人私事不干涉 谢谢关心7000万豪宅住爱潮 罗志祥传9.12曲周扬青 台湾艺人罗志祥 小猪 同内地网红女友周扬青自2015年大访 任爱已离 一直感情稳定 而曾经表明自己系不婚主义者 开小猪 拍拖后更开口讲明是对方未结婚对象 近日小猪被爆豪至2.7亿台币 约7300万港元 买入内湖豪宅区一个月3500平方值开单位 家商区被传将会席周扬青开30岁生日 9月12日迎娶女方一家买楼 地理系有意将新单位打造成区同周扬青开爱潮 即使小猪早已于2013年以2.18亿台币 约5800万港元 买落同区同一状开单位 将两户打通用作自主 一家区照办主碗 等于坐拥四个合共约4.9亿台币 约1.3亿港元 开单位 喊打手笔 小猪对周扬青珍惜无话得 周扬青以往曾公开承认整容 不过小猪指二人相识时女方尚未整容 并强调自己无戏贪图样貌先拍脱 而戏被对方开性格吸引 周扬青或小猪开枪力称 有过麦罗妈妈各官 众获得大批粉丝开祝福同支持 曲帝拉埋天窗珍惜分分钟凯示呀 而对于小猪传为结婚买房 曲凯经纪公司回应 一人私事不干涉 谢谢关心 不停 感谢观看